馬上那一關心 就在昨天傍晚呢 新北市板橋的殯儀館 是發射了貨梯的脊椎事件 導致裡頭的三個人受傷 那麼呢 因為這個貨梯的鋼繩是斷裂 導致這個電梯呢 是快速的下降 那麼就在今天呢 在立法院這邊呢 立法院長韓國瑜 也因為這起事件呢 是下令趕快來清查 院內所有電梯的安全 也帶你來看一下稍早畫面 全面檢修我們的電梯安全系統 希望能夠在這個會心裡頭 每一個委員都非常放心 安心的來開會 這是例行性的 還是 還是最近有什麼事情 所以 院長特別指示啦 因為昨天有新北那邊 殯儀館的那個電梯系統 的人出了一些狀況 那還好 這院都沒有什麼問題 那我們希望說 我們整個院區都非常的平安 好可以看到呢 韓國瑜是親自的指示了 這個包含了立法院的副秘書長 以及立法院的總統 部署處長呢 來尋查這個院內的每一個電梯 就是要防止呢 有類似的事件發生 尤其呢 其實大家都知道 過往在立法院的電梯呢 中心大樓的電梯 其實是常常出問題 還有許多委員呢 都曾經困在裡頭過 因此呢 韓國瑜也看到了這個 板橋賓館的這個電梯 貨體脊椎的事件 釀成這個 有這個受傷的一個情況 因此在今天 也立即的是啟動 來調查院內所有電梯 來進行安全的巡見 就是要確保每一位委員 在立法院裡頭 都可以是相當安全 OK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